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二 本田的思域最近的可是真的成了网红车了 那火爆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凤杰 买纳杰都在找它 不过呢本田最近又推出了一款新车insight 有效益成东风本田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将该车重新引入国内 为什么说重新呢 其实insight曾在2012年就被引入国内进行销售 然而由于销量过于惨淡被丰田普瑞斯暴力碾压 最后被迫退出市场 现在全新一代的insight在北美车展上已经正式亮相了 新车定位于一款紧凑型轿车 外观造型看上去非常的运动 前脸一体式贯穿的镀铬式条将LED大灯 与本田标志性的飞翼式隔山恰好项链视觉效果不错 尾部的设计看点同样很足 微微上扬的后腰线与溜背式的尾部设计融合 使整车看上去冲击感很强 再加上性感的小压尾着实很有吸引力 类似方面insight整体的布局较为时尚 三幅式方向盘采用平底设计 站立式的中控大屏也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感 动力上新车将搭在本田全新的1.5T 加双电机的第三代混动系统 大大提升了燃油的经济性 据了解该车将在今年夏季在北美市场开售 随后引入国产 至于何时能在国内开卖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 不过感觉的朋友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 1月25日新款奇亚K5车型 在韩国正式亮相 作为一款中期改款车型 新车在外观方面采用了奇亚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其前进气格栅采用了内凹式的密条幅竖状格栅样式 并有两侧造型独特的前大灯组相连 拉伸了整车的视觉延展性 同时新车的前保险杠造型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尺寸进一步增大 搭配两侧L型的进气口造型 营造出十分个性的视觉效果 内饰部分 新车的整体布局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但在细节处做了一些调整 全新样式的三富士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屏幕以及中控区域的按键布局 也都做了一些调整 在动力方面 新车提供包括一台最大功率180马力的1.6T气油发动机 一台最大功率161马力的2.0升气油发动机 和一台1.7T柴油发动机 供消费者选择 感谢你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日前林肯旗下大型SUV全新一代领航原车型正式上市 新车在2017年4月份的纽约车展上全球首发亮相 在外观上 新车采用了林肯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 前连采用尺寸巨大的惊奇格栓 中网的镂空设计与林肯logo形状相同 配合两侧造型方正的大灯组 视觉效果非常的霸气 相对于头部的霸气 新车的车尾设计则略为显得保守一些 贯穿式的尾灯依旧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至于其他貌似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新车的内饰看上去非常的豪华 大量使用真皮和实木材料打造 档次感无言而喻 中控部分全新液晶仪表盘 以及大尺寸中控显示屏自然不会缺席 大量的都各事件也很好地提升了内饰的质感 动力方面据了解 新车将继续使用福特3.5升 Eco Boss的双污轮增压V6发动机 最小输出功率415马力 峰值扭矩570牛米 转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最新的时速自动变速箱 新车上市共计推出尊药版和总统系列两款车型 说一下分别定在112.8万元和122.8万元 各位感觉如何呢 要说到豪车 劳斯莱斯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而最贵的劳斯莱斯据说就是这台Swaptail了 该车是由劳斯莱斯定制化部门手工打造而来 全球仅此一台 在外观上Swaptail采用了劳斯莱斯家族化的设计风格 前进几格山采用了标志性的帕特农神庙风格 整体与劳斯莱斯幻影十分相似 同时采用LED光源和圆形灯组相搭配 使其看起来非常的霸气 车头毅力的欢欺女神采用难得一见的磨砂质力材质打造 同时还加入了特殊的荧光材质 夜晚还带有发光效果 尾部造型成收缩样式 车顶是一整块全透明的玻璃 非常的性感 类似方面 该车整体造型非常的复古 但用料绝对是非常奢侈的 而且一针一线全手工 所以成本自然不低 由于该车采用了双门酷背造型 所以后排空间并不大 不过却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小酒柜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啊 据了解 该车是劳斯大斯花了4年的时间才打造完成的 售价将高达1000万余磅 约合人民币接近9000万元 而且仅此一辆 不知道最后会花落谁家呢 中国的富豪们可以行动起来了 日前由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新款奥迪TD Rollster车型的陆式结照 在外观方面 列照中新车前保险缸部分覆盖有伪装贴纸 预计将有所调整 能看到的是 新车在前大灯组方面变化较大 大灯组内部采用了全新的造型设计 据了解 新车还将针对内饰进行调整 或将搭载最新的多媒体娱乐系统 动力部分 新车预计将沿用现款车型的动力总成 继续配备2.0TFSI涡轮增加发动机 其最大输入功力为230马力 峰值扭矩370牛米 传统系统配备6速手动货 6速Astronic双离合变速箱 其中采用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型 将配备四驱系统 新车预计将在2019年正式亮相 所以目前也只能看着歪歪一下了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小们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咯